畫面借給我一下,切一下 剛剛的答案在這邊 就是在第幾頁呢?第五頁部分 VBA 部分的話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用兩個方法 Row 跟 Column 這兩個函數也可以變出來 另外 VBA 是這個 程式很簡單,你知道什麼? 開啟 Excel 的開發人員 在這邊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把程式貼上去也可以 或者可以自己打上去 然後再 Run 一下,它結果就會出現 比如說我這邊再把它 Run Run 的方法跟 Python 有點像 執行,上面有個執行 Run 它就出來了 差別只是說 它是直接把 Excel 當成是輸出的一個平台 OK,直接就放在哪一個? 放在 Sales 上面 所以這邊有個 Sales 的物件 I 是指的是哪一列? 追是指的是哪一欄? 那把後面的東西輸入到哪一列哪一欄? 然後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進去 OK,大概就差不多了 其實 Python 也有類似的用法 所以如果兩邊你都清楚的話 將來你要把 Python 的東西丟到 Excel 會更加的沒有問題 為什麼?因為很多人可能對 Python 熟,但對 Excel 不熟 當然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你不瞭解 Excel 裡面相關規則 有沒有?基本上 Excel 一定是什麼呢? 最小的單位就是 Sales Sale 哪一個 Sale?哪一個儲存格? 然後再稍微大一點的話就是哪一個 Range? Range 就範圍 然後哪一列的話就 Row 哪一 Row,橫向的 哪一欄就 Column 那另外的話呢,底下這個叫做 Worksheets 就工作表 那整個的話叫 Workbook OK,所以如果假如你要從 Python 去控制 Excel 你要知道說 Excel 有這種不同的那種它的架構 那你如果像我是很習慣這個架構 所以我從 Python 來呼叫 Excel 就比較沒問題 不然的話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Excel 然後他只知道 Python 那當然也是有問題啊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去控制 OK,我一看,我大概知道怎麼去控制它 所以後續,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再細部跟各位再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把剛剛這個做完之後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這邊的程式來看 這個程式來看,你會發現 這個串接是沒有問題 可是呢,會非常冗長 有沒有,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到 這個又是一個 I 然後 I 又要轉型之後再串接 然後 J 又要轉型再串接 然後後面又要把它相成的結果又要再轉型 有沒有,然後再串接 那這個地方其實相當的麻煩 所以如果像這種情況 我是建議你可以改寫一下 寫成什麼呢? 你可以寫成所謂的那個 另外一種寫法 就所謂的用 Format 來寫 我前面一直強調 其實 Format 非常重要 如果說我要把它改寫成 用 Format 來寫的話 一樣 print 然後呢,如果你用 Format 來寫 第一個特別之后 那個 Format 前面一定要先給它一個 所謂的格式化的規則 規則的字串 所以叫規則字串 規則字串 規則字串怎麼寫呢? 首先第一個 有點像 這一個 底下的九十三號表 它總共每一個其實都長得很像 有點像固定的一個 算什麼 有點像你今天工廠裡面有沒有 一個模具 有沒有 它長得都差不多 其實有些地方基本上一樣 號碼不一樣而已 所以有點像工廠裡面 出廠啊 可能其他就是輸出那個 編號不一樣 OK 所以有點像那個機器 我們就設定一下 所以前面給它一個 什麼規則特別之后 如果那個地方不一樣 記得 就給它大瓜糊 那前面我們有用什麼 點2F有沒有 冒號 點2F 就除掉小數 這樣我們沒有嘛 所以你就不用 意思就是 我這邊要放一個變數 乘上 另外一個變數 再等於什麼呢 最後一個變數 那最後的話 再加一個反斜線T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規則是什麼 這個規則是我從哪裡呢 從這個第一個 所揣摩出來 有沒有發現 這個會變 這個不會變 這個會變 然後這個不會變 等號碼 然後這個 後面反斜線T也不會變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已經知道規則了 接下來你就是 再把什麼呢 因為裡面呢 會有三個大瓜糊 所以呢 特別之后 你後面加一個點format format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 這個前面大瓜糊 所需要的變數呢 把它透過format幫我加進去 所以後面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我第一個大瓜糊 我再去把i放進去 豆點 第二個大瓜糊呢 就把J放進去 第三個大瓜糊在豆點 就是把i乘上J 這個結果放到第三個大瓜糊 特別水喔 那這樣的話 就是可以把資料 跟格式分開了 有沒有 前面是格式 格式 格式 然後把這個放到裡面去 這個放到這裡 這個放到這裡 然後呢 就 跑一次就輸出一個 跑一次就輸出第二個 跑一次就輸第三個 那因為呢 它裡面有 有三個資料是會變動的 所以我就三個變數 用三個大瓜糊來表示 這樣就ok了喔 這個其實非常的好用喔 以後如果 尤其是結合像資料庫的時候喔 像SQL語法 如果你用上面這種方法寫SQL語法 那真的是很頭痛 而且很容易出錯 但是如果你用Format來做 其實會簡單非常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你要用Format 主要原因是因為 後面有些蠻複雜的東西 真的用Format來做 真的可以 少掉很多的錯誤發生喔 尤其像SQL語法 跟資料庫竄的時候 尤其好用 OK喔 好 應該可以理解吧 其實你會發現 這真的好用的東西嗎 執行一下 結果一不一樣呢 跟規執行一下喔 這邊再跑一下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呢 還少一個地方 哪一個 忘記了 輸出的時候怎樣 要加一個什麼呢 那個 什麼呢 豆點 後面那個換行幫我清理 因為不然的話 它每一個輸出一個就換行 輸出一個換行 所以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把換行清掉 執行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結果呢 也就一模一樣 OK喔 那這個是用Format的方式做輸出 那這個部分也特別講 為什麼 因為你用風味來輸出 真的會讓程式 把那個什麼呢 格式跟資料 他們就可以各自的分開來處理 會比較好理解 比較不容易出錯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程式碼在雲端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一下記不起來沒關係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第五頁 這邊有用Format的輸出